Kendru说的是命由心改 命是可以改 但不容易 因为 就像我今天也分享的 你每一天如果你用5分钟到10分钟 沙漠今天我的那个分享用英文 观想到的就是如果每一天 你用5分钟10分钟来做这个策划 Planning 来计划今天我要做什么 完成今天的一个计划 可是你一天整天在做 你用5分钟10分钟 我们说10分钟来计划 可是你下来的这个几个小时 你做的东西不是用来support你的这个计划 没有那个帮助力 那你是到达不到你要的那个目标的 也很简单来讲讲 很多人会每一天都在不断的词念经念咒 对不对念经念咒 他一天可以用一个小时来念咒 那他觉得说念咒应该要有黄才能加持吗 我念这个金刚沙头 金刚沙头应该要加持我吗 我应该是很很顺通 今天出去做生意做工 一天24小时我用一个钟头来念经念咒 我剩余的23个小时应该是best 对不对 no is wrong 你用的那一个小时来修行 真正的prepare来准备你的这个修行 就是剩余的那个23个小时 23个小时 那23个小时是不是你这一个小时所念的咒 你所修来的 你这剩余的时间有没有支撑着你那一个小时的修行 比如说我修行就是要慈悲 我修行就是要会有财气 可以舍会有更多财 可是你走出去的下一步 你每天跟人家斤斤计较 你没有想到说要更加的慈悲 那你每天这样念这个咒 你的修行不会有突破的 你不会看到有帮助力的 比如真正的那个 那个功夫不是在那一个钟头的持咒 那真正的功夫是 就是剩余的那个23个小时 当然扣掉你睡觉的时间 可能说还有剩余的12个钟头 18个小时 你有没有去做到那个 扶持那一个钟头的修行 我这样说不知道你们了解吗 如果你能了解 我们所谓说就有那个悟道 开悟了 所以每天为什么有些人20年30年 他每天都在持经念咒 可是他没有看到突破 因为他剩余的人生 他每一天的那个处理方式 跟他那一个钟头所持的经跟咒 没有那个support点 没有那个purpose 我念经就跟我讲 我念心经 管制在菩萨星 我就是这样要发慈悲心 可是我一走出去 就很angry 骂粗话 看到人创我 那种很angry 那你每一天balance 没有去support 你那一个小时在念咒的 那个念经的那个功课 所以你不会发现在长期下去 你人生很难有那个大突破 你也不会看到说有什么容天护法神来照顾你 你还会觉得永远会觉得说人生还是那么的不公平 because the rest of your time 你没有去prepare好你那一个小时的词经念咒 所以人生就没有一个大突破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那个感受 所以我发表出来 so I think more or less 就会link with看Jimmy所问的那个关于 那个天干贝克啊 是不是上天的考虑 这个也差不多是这样 命由心改啊 这个就是对我们持经念咒 改善了我们的心观念 我们的命会改的 命会改的